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来回冲刷 没有想到突然一个大浪打来 车子竟然直接翻倒 28号下午 花莲外海已经出现涌浪 风浪明显变大 但因为还没有发布海上警报 因此还是有民众到海边活动 这名修旅车驾驶就是开车到岩辽海岸 却不小心受困沙滩 9辆车几乎被泡在水里 幸好驾驶赶紧下车离开 只是人没事 车子却还是没能幸免于难 因为直到傍晚才有挖土机来帮忙将车拉回道路 这时车子早就已经严重进水 加上不断在石堆上翻滚 也已经让车子变形 几乎报废 以上为您掌握消息 好 我们气象主播李明锐已经来到摄影棚内 明锐我们刚刚看到还那么远的台风 海浪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那么关于马蛙台风 它到底现在中心位置在哪里 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请明锐跟我们说一下 好 主播观众朋友 下午时间我们一起来看马蛙台风的最新动态 刚刚主播提到它现在位置到底在哪里 我们特别做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马蛙台风的中心位置在哪 在这边 台湾在哪里呢 台湾在这里 其实它目前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了 跟恒春的距离差不多差600公里 目前马蛙台风还是一个中度台风 而且持续朝西北的方向 每个小时走10公里的速度 慢慢的靠近台湾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现在确实好多地方都还是大太阳 天气炎热 甚至花东地区 北台湾都是如此 大家会想说台风怎么还没有影响 因为它其实离我们还有一小段距离 慢慢的在今天晚上 明天上半天开始 北东地区就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当然它距离我们的位置多近 还有它未来的预测路径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为我们带来的风雨 只要差一点就会差很多 现在看一下目前气象局的路径预估 气象局预估是蓝色这条线 它认为慢慢的朝西北方向前进之后 到了明天后天 它的速度会放慢 因为进到了这里的安行场 慢慢它会往北飘 只是说速度非常缓慢 往西一点或往东一点 其实看得出来各国的路径还是有些差别的 所以当它未来靠近台湾一些 当然对我们的风雨就会比较大 那往东一点对我们的风雨就会比较小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以目前气象局的预估 至少海上台风警报是会发布的 可以看到这个把台湾圈起来的区块 其实就是如果暴风圈接触到了 那就会发布海警 路径会不会呢 如果说台风按照这条路线走再往西一点 碰触到我们的花东地区 当然就不排除还是有发布的可能 确实目前看看各国的路径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变数还是有在 先看一下最左边这张图是日本气象厅的预估 其实大家看到虚线的这一块就是认为说 未来可能的路线误差值 日本气象厅认为 它还是有可能会朝台湾这边靠近一点 当然也不排除往东边过去一点 那甚至于像是澳洲或是英国模式 都还是把这个误差值画得很大 可以看到像是这个是英国的模式 它甚至不排除还是有登陆台湾的可能 所以的确未来的一天未来的两天 是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影响我们跟关注很大的关键 那至少以目前这个状况来看 海上台风警报会在今天的深夜 到明天的上半天清晨发布 那各地的降雨呢 今天晚上北东地区会开始飘一些雨 那明天开始这个雨就会变大咯 我们看到礼拜二在宜兰这边 外围环流开始扫进来 所以东半部地区是首当其冲 雨跟风都会变大 北台湾也是 那到了周三周四 甚至于这个雨也不停 山区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请尽可能把这个行程避免 虽然说目前台风看起来外围环流 当然首要是打在银风面 北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这边 可是中部的山区也尽可能把这些的行程 都把它避免掉 因为风雨都有可能会再增强 我们刚提到变数还很大 只要它靠近台湾 不排除这些地方都会有降雨 而且雨会越下越多 那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降雨都还是会持续 所以到底雨下得多不多 以目前大家刚刚看到 离我们台湾有一定距离的这样的路径预估 其实就已经带来这样子的降雨 这样的降雨已经有可能治灾 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 那当然目前其实雨还没来 可是风已经来了 从稍早两点钟的各个侧站的预估 像是蓝雨已经测得了 九级的瞬间强震风 市区来说台北市也有六级 桃园也有七级 所以明天后天这个风都还会再增强 我们要小心九级以上的强震风 那当然啦 现在西半部地区 很多地方因为这个沉降作用的影响 都有高温 今天明天西半部地区跟北台湾 东台湾的落差有点大 都要注意炎热的高温 主播 是明月上午气象局就说 这马蛙台风走得慢 对台湾影响时间就拉长 是不是未来几天 我们的一些计划都要变更一下 是不是有地方已经可以感觉到 台风的威力了 好就像主播说的 确实未来几天 尤其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我们会建议大家 户外行程把它避免掉 除了可能会下雨之外 山区避免掉 还有一点就是海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我们知道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宜兰的花林的外海 已经有发生了这个不幸的 有一死一失踪的这个悲剧发生 主要就是因为其实目前 天气看起来很好 大家可能会掉以轻心 往海边走 可是这个浪 其实已经一波波的打上来 目前整个东半部地区的海岸边 都是如此 我们也带您来看这张图 就可以清楚知道 我们光是在蓝宇或是鹅兰鼻这边 在稍早的时候已经有测得七米的浪高 那现在最新是有六米五 所以其实台风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海岸边真的很危险 所以我们才不断地提醒大家 海边的行程把它避免掉 当然还有山区的行程也要避免掉 主播 另外也要问一问 现在才五月 端午节都还没过 只有这么强的台风 这是不是有一些罕见呢 好 就像主播说的 确实这也是很多观众朋友心中的疑问 以前五月不是应该是讲梅雨的时候 甚至前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在说 梅雨六月上半要来吗 怎么就来了一个台风 梅雨都无消无息 确实我们要关注一点是 的确这个台风很强 在五月出现 以前五月平均会生成一个台风 但你要说到强台等级 确实是不常见 今年确实因为这整个气候的变化的关系 除了四月 我们的海温非常高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西南气风旺盛 所以才使得这个台风 它在过去的生长环境是非常好的 所以才长成现在这么胖 这么强的一个台风 那当然也不排除在未来的整个夏天 六月 七月 八月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因为今年我们是从正常年转为圣阴年 圣阴年在过去的统计 台风它生成的位置会离我们台湾 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当然这代表着变数很大 可是离台湾很远 就表示它发展的时间很长 所以通常如果真的接近台湾 就表示它会是一个中度或是强度的台风 是有一定等级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夏天 要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主播 好 谢谢明锐详尽的解析 那么刚刚提到说 有部分地区浪已经非常大 偏偏在宜兰外澳海滩 有人去观浪 连线给记者苏佩宇 好 主观众 持续带你来关心 马娃台风的最新动态 现在我们就在宜兰头城的 外澳海滩这边 可以看到在我后面的这个海浪 是已经激起了相当高的浪花 大约有四公尺左右 但是还是有不少民众前来 观浪带你来听稍早 这一行说法 今天特地来吗 对 那看到风浪这么大 台风要来会不会有点担心 蛮难心 因为我刚才就站不稳 整个就掉了 我原本只要去踏浪 然后站不稳 然后就整个就 它整个跌下去 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就进水了 那现在就是 所以是不小心跌倒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只是想踏踏浪而已 对对 知道会有一定的危险 嗯 好 可以听到呢 这民众是说 他当时来到这里踏浪的时候呢 并没有想到说浪花会是这么的大 也因此是差点就已经跌到水里 信号有爬起来 也让他吓了一跳 因此呢 是赶紧来回城 不敢再继续踏浪 而根据气象局的预估呢 在三点的时候呢 在头城这边的浪高 是来到4.2公尺左右 在6点会来到4.5公尺 而到晚上9点 就会来到5.1公尺 而气象局呢 也将会预估在明天 今天晚上或到明天清晨之间 可能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 也因此提醒民众呢 如果没有任何的其他事情 尽量是不要来到海边观浪 以免发生危险 那稍微掌握到情形 再把行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好 也来看 这当时大家纷纷走壁 本来以为是激烈的行车纠纷啦 在台中的太平桥上 两个人打得还真凶 而现在厘清了 原来是原配发现先生带女子出游 于是就去拦截 当街两个女子爆发权务好 驾驶开车经过台中太平桥 目击两名女子拉扯现场 警罚女子狂喊救命啊 被女骑士往车外拉 前方还有其他骑士停在路边 转头一直盯着 毕竟这场景实在太夸张 画面曝光后 因为现场有一辆计程车 还有网友一度以为 是小黄问奖和女骑士 发生行车纠纷 当街吵架 结果实际询问警方剧情 神展开 事发地点在台中环中东路 五段振兴路太平桥上 时间是28号下午2点多 警方表示 小黄问奖是无辜的 根本不是行车纠纷 起因是三角感情纠纷 女骑士是原配 看到金法女子和自己的先生 出门约会 骑车追人还半路把两人拦下 先生发现事情曝光 顾着自己先走 留下了原配和金法女子 结果就爆发女人的战争 金法女子当下也想叫小黄离开 硬是被原配拉住 警方补充原配和金法女子 都是越南籍 双方互不提告 三人的感情太拥挤 忍不住一口气 当街互扯 荷包 面子都失去 TB区里前游 罗里新的三局小组 台中报道 好 接下来这就是什么恩怨 新竹穹林 就看三辆车包夹一辆车 十几个人拿棍棒狂砸 而被包围的驾驶 是硬把车子撞开逃走 路边突然停下三辆轿车 将货车后方的轿车 团团包围 车子里下来一大群人 手持棍棒 对着轿车就是一顿狂砸 驾驶见情况不妙 直接把车撞开 迅速掉头离开 25号凌晨四点多 新竹穹林文山路上 一辆自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后 被另外三辆轿车围堵砸车 最后被砸的车回转之后 砸车的人一轰而散 并没有继续追上前 是不是有点吓到 很大声啊 四点多 我刚好被他吵醒 这里不是附近的人啊 无外地的 驾驶疑似是从市区 来到丘陵找朋友 却同样被从市区来的 实际人砸车 幸好整起事件 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车子几乎被砸烂 那目前警方已经掌握到 涉案的车辆 以及涉案的人员 那将积极侦办 那对于侠内 发生一切的不法作为 本分局绝对会用公权力 强力打击 以为住地方的自然 而整起事件 因为没有人报案 加上被害者也相当消极 车方到底什么纠纷 大老远追车到丘陵 还需要警方进一步理清 TV新闻 陈世民何云廷 新竹采访报道 接下来这可能又会掀起 该不该有博爱座的争论 在高雄捷运上 当时一个年轻人认为车上还有很多位置可以坐 就有个长者硬要他从博爱座起来 双方激烈争执 看到在画面上呢 有两名男子搭乘高雄捷运的时候呢 是为了不爱做发生了争执 来看一下现场状况 其实现场也有其他的旅客呢 是按了紧急通报 因此呢高雄捷运这里也有接获通报 当时事发时间是28号的晚上10点12分 当时呢是从左营站要离站往南的方向 因此呢 列车长获报之后是立刻回报行控中心 在下一站生态园区站站长就上车了 不过上车的时候发现这两个人呢 已经分开看画面上呢 这名年轻男子是站到旁边去 而这一名白发男子则是坐在博爱座上 已经没有发生争执 因此列车是正常行驶 不过这段影片被po在社群平台上 也引起广大讨论 台中的三井拉拉波特购物中心 不失才开幕不久吗 稍早去传出大停电 我们联系记者六分一 好 主播画面上可以看到百货商场的美食街 全都黑漆漆一片 只能靠外面洒进来的阳光照明 那民众呢只能摸黑来吃饭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三井拉拉波的购物中心 那他们这一间购物中心 其实在16号才刚正式开幕 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场 而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南馆就发生了大停电的情况 那当时是下午一点左右 所以呢是正好在午餐时间 许多民众正在用餐突然发生停电 连手扶堤也都停止了 让不少人都只能够摸黑行动 那根据了解发生事故后呢 到目前为止是停电了一个小时后 就全面复电了 不过停电的原因是什么 台电表示都还要再厘清 以上最新情形 时间先讲给朋友们 好 另外是又有登山客需要紧急救援 这一回是一对法国情侣 我们联系给记者物赎品 好 这趟山区的救援任务 是协助两名法国人 两名登山客从法国来到台湾登山 昨天晚间八点多 透过朋友报案请求协助 你自己走着 你这个可以飞呢 OK 消防队派了14个人上山找到人 顺利把人带下山 法国登山客是攀登郡大山 原本要从郡大林道返回 但是回城的时候一次迷路 偏离了原本的计划路径 这一走走到了开高山 因为体力不知缘不通 透过朋友跟台北的一一就求救 台北消防局转报南投消防局 赶快派员上山 有两位化国籍的登山客 那在我们南投县新立乡 开高山的步道上 因为体力不知等待救援 他们在山上待员的时候 还披上了保暖的救命坦 下方队员顺利找到人 两人身体并无大碍 可以自行行走 深夜11点半返回到东浦派出所 在稍作休息之后 自行离去平安返回 好 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至于政治方面的话题呢 这IMB诈骗平台跟政坛的关系 今天又被爆出一个 说是台铁一烂车站前方的停车场啊 原来有一阵子是由IMB的母公司来经营 严惩身为诈骗 然后施行拘禁 还有人口放卖 这样的不好的诈骗行为 后天呢 我们行政院的打炸办公室 也要接牌运作 打炸在升级 防炸要展现决心 只是现在自家人 却平平被指 与IMB过从盛密 宜兰的这个台铁的一个土地上面呢 有甄信祖贤 川城建设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经营的事情 上市立委车晚会 就爆料IMB祖贤 曾国伟的川城集团 宜兰营业所2020年起 就设在台铁 宜兰车站对面的台铁土地上 也就是所谓的 宜兰停车场 车晚会更质疑 怎么会连国家资产 都交给诈骗集团经营 要求新政院成立 院级调查小组 而台铁也承认 这三年前台铁公开招标 但租旗到后 川城不再续租 停车场现在是由 其他公司经营 罩骗主贤 乘出一烂 台铁停车场 院长会下进撤查吗 爆料的继续 院长暂无回应 但陪同出席的 内政部长林又昌 近日也被前立委 黄国昌质疑 与IMB主贤 郑国伟有关系 随后林又昌的妹妹 画家林婉芝 就看不下去 字幕多年前 上网查 借贷广告被诈骗 骗欠本票 骗身份证 连手机也骗 哥哥知道后 快气死了 由此可见 对李又昌而言 诈骗集团是魔鬼 要求黄国昌道歉 但另一头 来因议员 也到台北地前处 告发新队副院长 郑文燦 只是郑文燦的 他不用LINE 他不用电话 他用交头接耳 到底讲了哪些话 到底这个高阶警官是谁 希望我们警政署 真的要去查实 至于郑文燦 窝藏人犯 甚至接受 IMB主权 曾国威请托 关心高阶警察 人事案 诈骗 勾结政坛 风向越来越乱 TV被选自动 请程序 黄金国会费 台北报道 另外民进党 喊了很多年的 非核家园 目前在台班 各核电厂的机组 要不是已经停用 要不然就是即将停用 不过面对台大学生 问到能源安全 副总统赖清德说 已经停用的核能机组 紧急的时候 可以启动 怎么样把这个 已经停机的 这一个核能机组 维持一个 可以未来紧急使用的 这种情况 这是代表民进党的 反核神主牌 要丢弃了吗 赖清德和青年学子 对台却突然抛 核能紧急时可备用 就被质疑 非核家园转弯 这个是在 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 思考的一个 这个情况 会针对这样的法治面 还有社会的沟通面 来进行 忙着还家说 这只是特殊情况 不过日前 民进党智库 副董同子协 也称核一核二 应该重启 但是蔡总统力推非核家园 喊着核三 2025年要除疫 如果按照 赖副总统的说法 是否就代表 核能根本不可能 退出台湾 我们还是逐步的朝向 非核 减少核电的方向 在进行 只是现在从一个 这个国家安全的角度 然后来做各种 所需要风险管理的思考 如果说有机会 紧急备用 我个人是认为 我站场 但是侯友宜的干涉储存好 到底要不要给用 要不要给 备合不用 日伟忙着换家 干脆求丢回侯友宜 那侯友宜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事实的问题 林警长说了 2025 非核家言 我一直说 这是做不到的 我一定会把核安 一定做好 核位料 妥善的处理 核能就是我的 选项 核能议题 过去被视作 侯友宜转乐 如今似乎 对绿营来说 也难解 TVB 变形无愧 你做很太报道 侯友宜今天是被拿 市政问题来质疑 是有家长指控说 新北市近年来发生 多起脱婴中心 不当管教案 可是新北市府 没有相关作为 孩子被虐待 孩子被虐待 猴猴还在骗 猴猴还在骗 瞄准猴友宜 围剿市政题 新北近年来 多起脱婴中心 涉及不当管教案件 受害家长 悲痛出面 受到那个托育人员 就是不当地压制 对待 甚至是隔着棉被 捂住我女儿的口鼻 多次 然后造成他死亡的情况 去年4月 板桥一家私立托婴中心 不当照顾致死案 家长心中的伤痕 人未抹平 控诉侯市府 毫无作为 尤其是市长 不认同 就是我女儿 葬送在私托市 体制上面的问题 甚至是社会局长 还做得很好 这些话你都说得出口 寄出第一次 最终20万元的罚 还处分 那该托婴 未来不得再 从事相关托婴服务 同时该私立托婴中心 在去年6月切业 市府澄清都有进行相关惩处 但近期在新店另一家公托 也出现照顾问题 已经吃了好几个月隔餐 而且放在冰箱冰过 完全没有加热的宝宝粥 然后小孩吃到好几次 都嘴唇发直 而且拉肚子 来看看这个肉块这么大 这边还有玉米粒油 非常多的小朋友 就吃到这样 妈妈都在这里 妈妈心不心痛 受害家长连同绿营议员 重炮发声 侯友宜听了之后 做出回应 我们对很多发生 孩子们的安全的问题 我们都会面临 把它做到更好 让所有的家长能够安心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最自豪的市政题 现在却让侯友宜 父辈受敌 听闭闭新闻 刘俊专科 SNG小组新北报道 好 没有说市政 接下来我们来看 台北市议会里 台北市长蒋湾 今天接受上任以来 第一次的市政总直询 连先给记得张玉克 好 没有错 台北市长蒋湾 今天是迎来他上任之后的 第一个市政总直询 那么是由民众党的议员 来打头阵 所以可以说是上演 这个前朝问证的戏码 不过当蒋湾被问到说 对于自己上任以来的市政 最有感的市政 要打几分的时候 双方是彼此互相鬼打墙 但也来看一下现场状况 您可不可以为你这上任半年 给自己打个分数 我想分数由市民打 不过议员刚刚谈到 包括清营换居 其实我们一上任 我们也改变了 很多积极主动的做法 所以目前已经有六案申请 两个入住 那我也实际去看了 基本上现在市民 对你的满意度只有41% 你确定要让41%的人 来帮你打分数吗 你可不可以给你自己一个分数 我想市民对市府团队有很高的期待 那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来努力在这 市长你给自己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几分呢 或者是你给自己现在目前的做法 我们一定会要求自己 不断的进入 所以市长你没办法自己打分数 我想分数由市民来打 那你自己认为你现在目前做的程度 大概有几分 我想团队都非常努力 我给团队大家努力 来李世川副市长 林一华副市长 可以看到讲完听到说 要打分数确实是有一些尴尬 不过后续民众党议员林真宇 也送上所谓的柯文哲大礼包 就是因为讲市府任内许多 目前已经要完工的工程 都是柯市府任内来规划完成的 因此双方在总直询 第一天就有激烈火花 以上现场最新消息 好而民进党在一些所谓 艰困选区 征召党外人士来选立委 是不是前卫副部长陈时中 也有一些不太认同呢 我们连线记者李作恒 好马上再来关心到 前卫副部长陈时中 今天出席活动 主要就是因为他戒烟满一周年了 也来跟大家分享 他这一年来是如何戒烟的过程 不过当然身为阴陷他 也被问到说现在在整个民进党的立委提名当中呢 党主席赖清德这边就传出说 包含在中政外华区 可能要征召是一人郑家纯 那可能呢 这个也是属于英系的议员 吴佩毅就没有办法来参战了吗 在今天城市中 是替吴佩毅爆出我们一起来听 大概都是非常优秀杰出的年轻人 我记得在选举的时间 我曾经讲过说 我这一票投给这吴佩毅 我们家里是有配票的 我刚好配给这吴佩毅 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那我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对情况 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跟安排 好可以听到我前期中呢 是蛮直接的就说 当然呢 他心中还是觉得吴佩毅 是很不错的选选 至于呢 他也被问到说 那接下来会不会觉得说呢 这个赖清德应该要多聆听基层的声音 这决定会太独断了一些吗 他说当然还是要尊重 每个党主席有自己的风格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